食材包好放進外送袋 跨上機車火鍋窄皮豆腐 一幅著名的海底撈 外送火鍋在大陸推行一舊 這位引入台灣讓人很期待 滿吸引的啊 就是很方便啊 不用到店裡就可以 提供專屬爐具鍋具和免洗餐具 甚至36小時內都有專人來回收器材 今晚限定金額近3000元 還得著收服務費 但創新的服務還是深獲消費者好評 不過對於鍋具清潔和食材保鮮等問題 也讓人擔心是否會像上次 自帶食材一樣失敗收場 鍋子收回去 然後有沒有清潔好我們不知道 因為怕沒有保兵啊 然後在運送途中如果是稍微遠程的 怕會退兵還是什麼不新鮮 把備菜裝盒撈起滾燙鍋底 其實外送火鍋在台灣 已經有業者實行 用網路下單方式 吸引消費者靠著便利的服務 光在冬季一個月業績就能達到近百萬 比起夏季成長至少四到五成 人事啊行銷管銷成本是相當的 那為什麼選擇這樣子去做 因為也是看準說接下來這是一個很大的市場 但人紅是非多 同樣知名的老四川麻辣火鍋店 就因為在台灣太夯了 大陸網站上居然出現假的加盟訊息 擔心有人受騙 業者緊急報案處理 並且在官網刊登相關訊息 那我們本身公司到目前為止 沒有開放任何大陸的加盟 更沒有尋找合作的夥伴 天氣轉良步入火鍋 忘記還得要打出外送服務 無人反響好壞與否 恐怕都會大大衝擊台灣的國務市場 記得陳子芬歐雲台北報導